大包小包的真是非常重 我们平常的家庭妇女 不知道一天要做出这样 多少班众物的行为 那么最近呢 我的门诊有一位妇女 她就抱怨说 她的手的关节传统在看我 我跟她讲 这可能是脱发心关节 可能每天提这些 大包小包的关系 她还压抑啊 她说脱发心关节 怎么会在手部呢 一般她讲说膝关节啊 或承受重力比较大的脊椎啊 怎么会手部会有退化性关节炎 事实上这是一个意思哦 其实我们人很多的关节炎 会发生在手部 像退化性关节炎 像风湿性关节炎 或者说像我们痛风性关节炎 或者是感染性关节炎 那么甚至严重的情况呢 在早上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会加密 有时候呢会痠痛 做多一点加湿呢 就会不力 甚至麻 那也要严重 还会有变形的现象哦 所以千万不要误以为 手不会有退化性关节炎 要事实上很多关节炎 都发生在我们的手部 关节要使用一辈子 选择适当的肺炎品 譬如含有非变形二型胶原蛋白 钙质 卵科摩生态等等的产品 不但可以延长我们关节使用黏线 那可以让我们行动更顺畅 不卡关 各位朋友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留言给我 下次让我们再一起来 破解骨科的迷思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